好 艾菲爾你也會斜槓當包租公 對 因為我就是常常上節目 然後有時候聽一些來賓 分享他們的一些 理財的一些觀念 那我覺得以我自己是 記得理財經驗來講 我覺得基金股票 其實是虧得多賺的少 那等到我自己賺足夠的錢以後 我也就是進入到 這個包租公的這個市場 然後買房子來做租屋的這個狀況 那我第一間房子出租 是我原來在台北住的那個房子 因為住了一段時間以後 我覺得有超過十年了 那我覺得說好像這個房子 跟我的運氣有一點點不搭了 真的喔 對 那我就覺得說 這個房子要賣還是要租 那時候我想是說 因為這次是我第一間房子 所以我覺得不要賣 租就好 對 所以我就搬回了新租 所以把那間房子 就出租出去這樣子 那我覺得說出租出去以後的 第一個感覺就是說 變得有現金進帳 那種感覺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覺得是說 我這個在挑房客的部分 其實有一些這個條件 就是說我會找 這個有四個標準 第一個就是要有工作的 這個青壯年 因為我覺得其實當房東 其實最怕就是房客 租了你的房子以後 比如說生病 或者是說他出現一些工作的 一些不能夠接續的狀況 會跟你講說他要嚴房租 這種狀況 其實對房客 房東來講是最大的困擾 那麼第二個部分就是 就是希望是租給有孩子的 這個家庭組合 其實當房東的想法 就是說希望這個房客 能夠住在這裡三五年 是最好的 那如果是說有了小孩的話 他會因為小孩子的 學區的需求 那麼就是盡量是能夠 住滿這個小學完畢 或是住滿這個國中完畢 所以我覺得對房東來講 是一個好的保障 不然一兩年就要給你換 然後你要因為這個新的房客 來換新的家具 床具 我覺得是划不來的 那麼第三個部分是 是絕對不能夠要租給有 養寵物的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講 就是說我曾經 這一個房子是租給有 他有養寵物的 等到他退租以後 我真的真的是非常苦惱我 我變成三天兩頭的 都要去那個房子 親自打掃 因為我要把那個什麼 那個精細打掃 那一萬塊兩萬塊 那個省下來 所以變成是我天天拿著 那個掃把 拖把那邊去 插拖 插拖 就很麻煩增加自己的負擔 那再一個部分就是說 剛剛講到說 挑房客的這個面向 我覺得有幾個參考 第一個 千萬不要有這個面向的人 這是什麼面向 重點在這裡 不要有這個懸真紋 懸真紋 就是說眉心這個部分 印堂這個部分 如果有一根的話 這叫做懸真紋 這代表會 會招惹官司 對 你租了這個房客以後 變成說你跟他有關係 或房客自己有關係 容易有糾紛 對 像有時候 我們當房東的 最怕就是說 有時候那個收信的地方 看到那個 我的房子怎麼貼了 很多紅單子 法院吹腳 什麼行政文書 那代表說這個房客 就沒有很好的一個狀況 才會有一些這種法律糾紛 所以有這個狀況的話 就不要租 兩根的沒有關係嗎 兩根更嚴重 就只有一根 更嚴重 是喔 兩根更嚴重 對 因為這個部分 其實也代表說 那個人他其實性格 比較郁潔 那也可能會有一些 不好的一些狀況 那麼還有這個部分 也不能夠租 這個部分是什麼 兩眼無垢 不是兩眼無垢 三百眼跟四百眼 就是說 我們今天租給一個房子 租給房客 就希望房客跟房東 好好相處 你千萬不要租給一個 會嗆房東的房客 所以這個房子 這樣的房客也不能租 還有這個房客 千萬不能租 這什麼 這個重點在哪裡 苦瓜臉 看嘴巴 看嘴巴 這叫做這個 負船口 這個負船口代表說 這個房東本身的 這個負能量比較多 那住進來的房子以後 他自己的生活條件 跟狀況不會好 有可能就是會把你這個房子 運氣都帶差 就是嘴巴這樣下 對 這樣下 對 比如說他在你房子裡面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把你的房子都弄壞了這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那我在買房子的部分 我其實我會著重在 就是挑一些這個 常常上新聞的這個區域 比如說每年都會統計說 哪個里是十大富人里 或者說哪個區域是 那個房屋漲幅最多的 那因為我覺得當房東來講 希望能夠賺到租金以外 也希望能夠賺到房子增值 那比如說像我買房子 那時候買新竹 我就會挑那個觀新里 就是說最多富人去居住的地方 或者是說在 如果以新竹市來講 我就會挑那個什麼 繳稅排行榜是什麼 前三大或前幾大的 就確保說第一個 那裡會有穩定的 一個租的需求 那代表說租的品質 也能夠確保 OK 好 不過剛剛這個家禽說 理工宅男很棒 你好像有碰到不一樣的 對 你剛剛想說 光頭理工 心中一心是嗎 對 我想說 我也是以這個標準來去涉略 為什麼我遇到的理工宅是不OK的 像我這個租房子 我覺得我之前有一個房子 是租給四個男生 那確實是南部上來的 而且是第一次來新竹租房子的 那年輕人看起來 都像剛大學剛畢業 那我想說連看合約 都是房仲在幫他對 然後他很乖這樣子 我想說這樣保不保險 第一次來新竹供租 到底付不出乎的 表房租這樣子 但是我沒想到我發現說 他們是繳房租是最正常的 然後等到他們退租以後 房子我收回來 我覺得乾乾淨淨 沒有一層污染 但是他們是有頭髮的 乾淨 後來我又再租給 就是又是四個男生 但是是台積電的 你知道嗎 台積電我想說 這個紋了這樣子 但沒想到一個月 兩個月以後我發現 繳房租的狀況 需要我去打電話吹 你知道嗎 我想說 如果說我是規定 是每月一號要繳 然後五號 我想說是不是 台積電五號發新這樣子 我就等五號 那五號也沒有繳 後來我就等到八號 八號我是在忍不住 我想說總不能拖到 你還有耐心 到十五天吧 然後我想說 你們是不是這個月 還沒有繳這樣子 他說好 他就說好這樣子 而且我其實 我對於房東跟房客的關係 其實最怕就是 房東找不到房客 你知道嗎 然後我常常發了簡訊以後 他都不回我 對 一度不回 回我都很火 會因為這個部分 想說我下個 明年就不租你了 你知道嗎 後來我思考一下 就是說因為 我弟跟我講 因為我弟也是台積電 他說你不要生氣 他說因為他們台積電 不能夠帶手機上班 所以你今天跟他下午 傳的訊息 他可能要凌晨才能夠回你 所以實際的狀況 就是他每個月 再轉信給我 是我看一下那個時間 都是凌晨的一點跟十二點 他那個時候才能夠 轉錢給我 所以我就能夠釋懷了 對 你住房子 你說你最怕租給哪一種人 其實以我的經驗來講 我覺得最怕租給就是親戚 為什麼 親戚感覺會好好照顧你房子 對 我當時也是這麼想 親戚有個話不能夠給你講 真的 因為親戚你知道嗎 要不就是說 就是一定是熟的親戚 比如說自己的堂哥 堂弟 堂妹 表妹之類的 其實就很好講話 但是重點來 你租給親戚 第一個你房租 不可能是用四架租 你知道嗎 要便宜一點 而且如果說你只砍一半的話 媽媽就會講話 她說他以前幫我們很多 再便宜一點 所以我是以這個 實際價錢的 三分之一的價錢 租給他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這個很便宜的房子 租給你 那麼其他的後面 我就不管了 就是意思就是說 如果哪裡有壞掉 需要修繕 你自己處理這樣子 那我當時就是這個想法 我想說 反正我就是當作還人情 那實際道況 就是說等到兩年後 三年後 那個我跟他講說 房子要收回了以後 他才會告訴我說 馬桶也壞了 然後那個那裡有漏水 然後那個可能 這個門把可能算不緊 我就想說天啊 這兩三年 都是這個狀況 你什麼都不修這樣子 他說沒有 那就 我交給你了 就是拍拍屁股走人 他有時候要把自己的家具 搬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講說 我把你的床丟囉 我說是怎樣 他說因為你的床已經舊了 我想說 你怎麼就先丟才跟我講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個 最大的一個麻煩點 還有一個就是 隨時現場後座 離譜到什麼程度 就是那個房子的那個牆壁 有一點點滲水 然後我剛才講說 那個滲水部分 解決方式很簡單 就是說你這個水管不要用 你把這個總開關 關起來就好了 然後他又說他要修 我說 還要你付錢嗎 我想說應該是房東決定說 要修或不修 房客說要修 然後他說已經找好了 那個誰誰誰來修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到時候會報價給我 我想說 現在房東房客的關係 是這樣子 然後我本來是講說 如果說要修的話可以 我會找 你熟悉的 我熟悉的那個水電工師 或來修 而且他們的修善方式 就是說我要求要做民館 那就是一次解決 但是他跟我講說不行 要敲到裡面 要把實際的狀況 把它換掉 才能夠解決這個 漏水的問題 其實修善的方式 其實我跟我的那個親戚 不一樣 那其實我也只能夠聽他的 就是非常的不OK 這很慌疼 所以親戚反而這個狀況很多 又不好意思冥想 怕以後還要傷感情 因為親戚的關係 長長久久 那嘉欣你也覺得 我們不要租給自己認識的人 這是真的 因為有時候 你就是會人很好 其實像剛艾菲爾老師這樣 三分之一租人家 這是超危險的 你知道我們有朋友 他就是便宜的租給 那個認識的人 結果後來被國稅局追隨 因為國稅局 現在不是都有時燈了嗎 國稅局就說 你這個為什麼 沒有按照市價行情 那你這是不是短報 所以國稅局就要求他 按照市價來去做申報 他們沒收這麼多錢 你說是不是很誇張 對 很誇張 所以這個是一個 然後像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在一個他們那種 類似像是共修的道場裡面 然後有一個妹妹 他覺得這個妹妹 就是有一點可憐 因為好像就是爸爸媽媽 狀況不是很好 然後他就離開家裡頭自己住 他就想說 那既然他自己家裡頭 有個頂樓家蓋 就給這個妹妹住好了 殊不知他一個月 好像才租個四五千塊錢 給那個妹妹住 那個妹妹後來 他就不繳租金了 然後不繳租金也就算了 他們都在同樣一個地方 就是共修 他就四處去講 我那個朋友的壞話 說我那朋友愛錢 然後沒良心要趕他出去等等 是他先不繳租金的 所以我們一般像這種 會委託房仲業者 對 你就請業者來幫你 確認合約 然後把關 然後如果說東西壞掉的話 因為業者要跟你交代 所以他就會 他可能他就會直接說 不行 我們會 我們覺得要幫房東 省這個錢 因為你一定是不好意思說 那可是如果說是業者 因為你會罵我們 房東會唸我們 那我們就好意思 跟我們的房客說 我們應該要用這個方法修 這樣子 房東的這個壓力 比較不會這麼大 OK 好 所以透過專業第三方 還是有他的功能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卷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